國瓶世界 國瓶快晨 各位評審 大家好 以上有我們的誤入 研究背景與動機 過過校內右鞏色表演活動 接觸到皮影系傳統文化 深入了解後 發現全台唯一家皮影系 廣播域高雄鋼山 原因傳統文化流失 導致參觀融入職能減少 因此透過本專輯的研究 來推廣皮影系文化 也要更多的了解 研究目的 1.6IPA分析行前期望期滿意度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法案計劃 3.3圈都會造航遊客設計活動 請問証人分析活動後效益 4.了解的皮影系管減少特性 5.正常皮影系版的定義現況 研究流程圖 以上為我們的研究流程圖 研究方法執行 實際觀察與訪談 人家主通過高雄歷史博物館 與高雄皮影系管做聯繫 與本館共同討論出過去的內容 於2022年10月到2023年3月間 上訪聘影系管六次 公公公公卷為第144份 回收率為93% 公公公請為分析 有結果得知 大部分由客士簽有對限記錄過 主要動機為工作及科業需要 最喜愛的活動為實際操偶 請想分析 視頻分析 大人格視頻分析圖 交場分析 增長性策略 演藝廳舉辦活動 結合周邊商圈設置旅遊地圖 扭轉性策略 增設遊樂設施與部落客合作 增加曝光率 多元化策略 社會情影響 無論有本館參觀 可增加影音宣傳 防禦性策略 利用外部空間 設置入口感染區 再開新的活動 維線大人格 在台灣與亞洲其他地區都有傳統文化的存在 文化形形色色 透過校內的推廣與皮影系相關傳統文化的體驗 我們對於傳統文化有了初步的認識及興趣 也通過這次的活動 對皮影系的認識有了更上一層的了解 在這手機及堅持產品流通的時代 傳統文化逐漸沒落 希望能藉由這次的活動 一身文化的認知 不僅僅是我們 對於幼年及青少年來說 能對台灣的傳統文化並不那麼陌生